欢迎大家来到 沈阳市优秀创业青年的 颁奖典礼现场 下面有请我们的优秀创业青年代表 鱼龙先生 闪亮登场 鱼龙先生 在刚刚的颁奖典礼上 您感谢了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 以及给您接生的护士 但是您呢 好像落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不可能 285人的名单 我一个人都没落 给您一个小小的提示 这个人呢 他也姓鱼 鱼奎智 第一个节目 我看到鱼奎智老师了 鱼奎智老师唱得特别好 天哪我要感谢他 要不是八岁那年 我听了他的京剧 我绝对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跳拉丁舞 我跟您直说吧 鱼雷 是船底下那个吗 在水里刮一下就穿出去 是陆地上那个 我 我爸呀 对 我爸 我爸叫鱼雷 这个新鱼 鱼雷 鱼雷 我爸来了吗 来了 在哪 爸 看 多么的父子情深 啥玩意 就是卡拽了 这会儿回头换电体啊 你放心我爸 没事吧 现在我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们身边的这一位 是鱼龙先生的父亲 鱼雷先生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父子俩共同的生日 这你们都知道了 给惊喜了 谢谢 谢谢 谢谢要素 谢谢要素 在我们点燃生日蜡指之前呢 我有个小问题 想要采访一下两位 你说 是怎么做到父子俩 同一天生日的呢 将来就赶巧了呗 拉倒吧 我就怀疑你想省个生日蛋糕 你闪一下 父老乡亲们 有我儿子 这臭小子 他就是赶上了 咱们国家的这个大好形势啊 最近这个十年发展得太快了 我就没他命 我又能赶上这时代 我比他厉害多辣 是吗 陈老师 是吗 你太厉害了 这十年你要不参合的话 我能更好啊 你这 在咱接下来的环节是 入洞房 是不切蛋糕了看 对对对 许 许 来 许 许 许 爸 你先来 回来 许了啊 扑 许完了 爸 你干啥呀 你太快了吧 那你许完了 你把火留给我 我还得许呢 原来再给你点上 那许吧 我希望 我希望 这磨叽了这孩子 打小就磨叽 你自己点吧你 是鱼龙先生 在咱们吹灭蜡烛之前呢 我有个问题 想采访您一下 你说你说 如果您能回到过去 回到你创业初期的时候 您会对当时的自己 说些什么 如果能回到那个时期 我鱼龙 会更加的努力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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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主持人呢 我爸呢 这哪儿啊这是 这不我家吗 不对啊 不对啊 我家这个房子 四年前就扒了呀 啥意思啊 2012的大挂历 还有游戏器和充电器 哎呀 还有游戏厅的游戏壁 还有只有我自己知道的 粉红色的小秘密 我终于回来了 啊 啊 能吗 能 我2022刚成功 已经给我赶回来了 你看这哪儿穿过来的 这卡 是不是这卡 是 我穿过去啊 哎 穿 穿 穿 你别穿回去 我穿过去 我跳穿回去 我 就在这儿 我就挂我一点 我发我就我就 我就 哇哦 一个人在家 他真的好舒适啊 惬意 但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害怕 十 十年前的我 要是我凶猛的爸爸在家就好了 这屋里头进人 我也不能这么害怕 但是进人他能咋去打我一顿吗 要啥给他啥呗 要他给他啥他还打我 那还是人吗 是不是大哥 你能看着我 本来是看不见的 但是人常好好的 你背给我抛出来的 大哥 那个啥 那个你刚才我看你想要点啥 小说穿穿 你想穿哪件啊 我这衣服给你 不是 我这给你 不是 我这给你 我这小鞋小袜才小人可好了 哎呀 你猜小人你冲我干啥 你起来 别别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大哥去 别动手别动手 大哥那你你你啥也不要你你到底想要啥呀 鱼龙 你要我名 你到底你想干啥你想要啥你 来你别激动啊 你看着我 想起来没 没有 看看 我是谁 你是谁 你是我 我是你 我是你 你是我 我是你 你是谁啊 那我是谁 我是你的谁的谁 是我的你的谁 是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你 我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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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是从十年以后穿越回来的你 明白没 你是穿越回来的 对 你是十年后的我呀 对喽 哎呀那你得早说你这才真不是贼 你是骗的呀 骗 你遇到我呀 那算是遇到对手了我从小最会撒谎来骗我来 鱼龙 鱼龙 我问你 鱼雷知不知道 鱼雷 啥把船水底刷出来那个 我是在水底下 人家是陆地上的 我爸 我爸叫鱼雷 那叫卖鲜音港 真好玩 这些年才发现 睡玩了 你爸叫鱼雷你知道吗 那我平时不叫的鱼雷呀 你叫啥呀 我叫的爸呀 爸也没毛病 大哥你说你啊 你说穿越回来我都能信 但你说你是未来的我 嗯 你让大伙看看 咱俩从头型 脑型 脸型 但凡有一点像的我都行 你现在 你现在你是肯定看不出来 你说这十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呀 人家都是呱这么长的 咱俩是呱这么长的 哎呀 你不是说你吃完之后还挺像我爸 我说啥你爸 我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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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吧 我再回去了 我穿穿穿 穿回去了吗 没有 别动 别动 在这儿了 我知道你是谁了 知道了 你是不是今天我爸派过来给我过生日的呀 过生日 今天你过生日 也就是说今天是2012年的5月17号 我都知道别装了 我不仅知道你过生日 我还知道今天是你爸过生日呢 那你是给我爸过生日来的啊 你爸过什么生日 我都说了我是十年以后的你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这信念感 害眼害眼了 我陪你演来 未来的大肠我呀 那你既然未来来的你猜猜 今天的我想做些什么呢 今天我想起来了 今天的你 将在你的生日宴上 啊 你要跟你爸摊牌 被黑 说你要创业 读心术啊 你回 什么读心术 我说了我是你 你听我说我告诉你啊 你是我爸 我要创业 你得支持我 我要搞共享充电宝 那不是一个事啊 怎么不是呢 我那个项目名字叫做 大家一块都是来用我的万能充电宝 但是呢你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 我省挺多字 比我文化啊你啊 反正是你爸没同意 他为啥不同意啊 他说了 那充电宝借出去了给人充电 那谁给充电宝充电呢 咋的啊 在充电宝上 按个电表啊 还是有人卡电字啊 再说借出去了 那能划回来吗 这像我爸说的话 那他这么行 我得跟他说下一个项目了 哎呀我都知道第二项目 你要找共享自行车 那也不是 人我那项目叫做 哎呀一块堆来骑我的自行车 是我的自行商大家一块堆骑 反正我告诉你吧 你不是啥名 就是你爸也没同意 这为啥他骑 骑自行车也不让骑 你爸说啥叫啥叫 一块堆骑你的自行车啊 那晚上咋寄费啊 论脚蹬啊 一脚多少钱呢 那晚上你练的坏了 谁修啊 不得他修吗 爸干啥的你忘了 原来修自行车的 对呀 哎 他说的也有道理 因为不止我爸这么说 我最好的朋友也这么讲 你拉倒吧 你朋友都没有 还有最好的 我刚认识这个 小美 你在附近人搜那个啊 你也搜过他 什么我也搜过他 我告诉你 那也是你爸 啊 你爸见的小号 啊 考验你呢 啊 我说的呢 这搜的时候贼近一搜三米 原来那我爸是小美 对 小美是我爸 对 那爸是美 美是爸那她是谁 美是谁 我是谁啊 你是谁 哎 你是谁 你是谁啊 你看什么系统 这么系统 这么系统呢 你是来打击我的 这大过生的 我这创业项目没等开始 我就结束了呀 这我必须告诉你 这十年你一定要把握好 你只管努力 剩下的交给时间 这十年特别美好 相信我 我信了 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 想起来了 窥探我